地球有重重危機 而舉世聞名的意大利水渡 威尼斯則是有垃圾危機 當地每年吸引了三千萬人造訪 但是也帶來困擾的垃圾問題 威尼斯當局打算五月開始 對於前往當地觀光 但是不過夜的一日旅客 科增約新台幣三百五十元的清潔稅 希望用這筆稅收來加強垃圾的清運 和強化治安 搭乘水上巴士 或有人力操作的木船 貢多拉 連著大運河瀏覽兩岸美景 就前往意大利水都威尼斯的遊客 必定會安排的行程 但遊客一多 垃圾問題也隨之而來 威尼斯是歷史古城 向到狹窄 加上主要交通工具就是船隻 行動範圍有限 垃圾的清運工作 就得靠清潔人員 推著車挨家挨戶搜集 相當費時費力 威尼斯是聯合國加克文組織名下的文化遺產城市 居民不超過六萬人 但每年卻可以吸引全球三千萬遊客造訪 不過為了處理觀光客製造的大批垃圾 加上威尼斯當地有嚴格的垃圾分類回收制度 還必須定期清除水稻淤泥 因此當地居民 平均每人所支付的垃圾清運費比例 要遠遠高於意大利的其他城市 此外 由於威尼斯物價過高 很多觀光客是不會在當地過夜的一日遊客 製造垃圾當天後就離開 因此威尼斯議會已經擬定 相對一日遊客來課徵2.5歐元到最多10歐元 相當於350台幣所謂的清潔稅 威尼斯市區亦有將近一千五百個垃圾桶 一天經理兩到七次 每年光是清運垃圾的經費 就超過10億台幣 威尼斯市府希望透過這項額外的稅收 再增加清潔人力 度餘經費會在特定假期 增派警力強化當地治安 但具有學生身份的遊客 以及前往威尼斯進行短期工作 或洽工的商務人士 則免徵清潔稅 遊客也大多認為合理能夠接受 威尼斯市是一個美麗的城市 所以這項額外賣十五百個垃圾桶 只要留在這裏 沒有車 有這麼多優移 所以我認為十五百個垃圾桶 是不錯的 清潔稅的政策 最快今年五月將在議會通過 並以實驗示範信使上路 到時候前往威尼斯的遊客 要特別注意這項新的規定 記者就很前報道